1397年,拜占庭希腊学者赫里索罗拉斯受邀来到佛罗伦萨任教,文艺复兴的幕布正式被拉开,人类文明史上最璀璨的一个时代登上舞台。 文艺复兴系列视频,我将分享14至16世纪欧洲的艺术故事。 大家去美术馆,一般会看到这样的分类,15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,这是对文艺复兴最常见的时间定义。 如果从广义上去看待文艺复兴这个事件,时间还可以再往前拉一个世纪。 在14世纪初,但丁已经创作出《神曲》等一系列诗篇,彼得拉克也开始了他的写作,而乔托更是在帕多瓦贡献出了京士之作。 14世纪的意大利,分布着一个个城邦国家,坐落于南北交通要道上的佛罗伦萨,凭借有力的地理位置逐渐兴盛,势力越来越大,最终取代西野纳成为了金融中心。 大家可能听说过,1348到1350年,欧洲爆发的黑死病,整个欧洲受到重创,人口锐减。 接着,天主教会分裂,罗马和阿维尼翁都宣称自己是正统的教宗,欧洲驻国战队打仗。 但是,疫病和战乱下的欧洲,却并不只是一片狼藉。 作为瘟疫的幸存者,农民们拥有了更多的人均耕地,工匠们因为竞争减少,报酬涨了上去,贵族并未因社会地位高就躲过瘟疫的袭击。 但财富总量保持未变,相当于更少的人拥有了更多的财富,于是资产被更有效地运作起来,金融和银行业得到蓬勃的发展。 不管是Old Money还是New Money都赚到了更多的Money。 赚到了更多的Money之后,他们开始渴望享受生活。 而最愿意用Money创造艺术的,当然就是我们熟知的美利奇家族。 这个时候,外源就来了,14世纪下,奥斯曼土耳其壮大,不断蚕食着拜占庭帝国的领土。 公元1390年,一位叫赫里索罗拉斯的拜占庭希腊人从军事坦丁堡来到西欧。 他是受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二世所托前来寻找盟友,共同对抗奥斯曼土耳其的进犯。 赫里索罗拉斯一定没想到,他的到来对欧洲学者来说无异于学中送炭。 当时,意大利人正在琢磨自己祖上的东西,想好好地研究祖上留下的文献。 然而,当时的欧洲却几乎没有人懂希腊文。 意大利的学者们看到赫里索罗拉斯可真是双眼放光。 但是,欧洲各国对援助拜占庭却并无兴趣,赫里索罗拉斯无功而返。 带他回去军事坦丁堡后,他在欧洲结识的一些朋友跑过去跟他学习希腊语。 在1396年,十分有远见的弗洛伦萨总督特意派人去邀请赫里索罗拉斯前来任教。 赫里索罗拉斯当然并不仅仅会希腊文,他是拜占庭数一数二的学者。 意大利数百名有志于将古典文化发扬光大的学者,就此有机会掌握了希腊语。 这是700年来,第一批掌握了古希腊文的意大利人。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,无数希腊著作被翻译出来。 15世纪,弗洛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,影响扩散到全欧洲,成为人文主义的中心。 这数百名意大利学者中,有许多人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。 其中我特别介绍一位莱昂纳多·布鲁尼先生,他本是前往弗洛伦萨学习法律的。 在看到赫里索罗拉斯之后想,我如何能放弃与柏拉图等希腊先贤对话的机会。 于是毅然放弃法律,转头赫里索罗拉斯学习希腊语,研究古典学说。 布鲁尼的想法在当时并不先见,甚至可以说他代表了那时一批学者的愿望。 布鲁尼翻译了柏拉图的对话录,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。 他不仅仅是翻译,他从新鲜的思想中再思考,将理论应用到现实。 正是学者们的这种将理论转化到实用的努力,促使意大利社会在悄悄起着变化,人们的思想被古人的智慧点燃,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芒。 赫里索罗拉斯为欧洲贡献了古希腊的世界,却没能为败战亭找到帮手。 最终,军事坦丁堡在1453年陷落,一代帝国就此消亡。 可是呢,欧洲却得到了好处,大批学者携带古希腊文献,逃亡西欧。 一代帝国陨落,但人类文明的遗产即将再次闪耀。 当然,关于文艺复兴何时开始并没有确切的答案。 早在赫里索罗拉斯来欧洲前,意大利艺术已经有了人文创新。 要讲文艺复兴的艺术,必须从一个名字开始,就是乔托。 乔托生于1267年的弗洛伦萨,关于他的出身,迄今还是学者们在研究以争论的问题。 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师傅叫奇马布埃,是当时弗洛伦萨最出色的画家之一。 奇马布埃被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教堂请去画师壁画,他带上了年轻的敲脱。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教堂是意大利的一处朝圣之地,几乎没有意大利人没去过,因为那里是圣方济各的家乡。 方济各会是天主教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教会。 大家知道,此时在任的梵蒂冈教宗也叫方济各,他给自己取这个名字,就是致敬圣方济各。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阿西西教堂的重要性。 到底乔托画了什么令人们无法忽视他的名字呢? 我们先看两幅图片。 这两幅画都是圣母子相,第一幅是奇马布埃的作品,第二幅出自乔托之手,大家能看出区别吗? 大家仔细看,奇马布埃的这幅画,每张脸是不是都很相似? 以至于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是圣母子相,都很难认出圣母来。 而乔托这幅,我们一下子就能认出圣母,而且大家请注意,圣母有了明显的女性特征。 在乔托之前,宗教画讲究神圣,画中人物都是肃穆的,也可以说是矮版的,并没有细致的表情和神态。 我们今天看乔托,大概也觉得人物不够生动,但你若跟当时的其他艺术品相比较,就会发现乔托做了飞跃性的改变。 这两幅画都收藏于吴菲兹美术馆,大家下次去的时候可以仔细看一下真品。 前面我提到,乔托在帕多瓦创作了惊天之作,这个惊天之作指的是斯克罗维尼里拜堂。 帕多瓦是维尼斯附近的一座小镇,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重镇,这座礼拜堂是当时的银行家斯托罗维尼修建的。 意大利人一直有修建家族教堂的传统,今天你去意大利旅行,我们就说罗马吧,随随便便走进一家教堂,美轮美奂。 问起他的历史,很大可能就是某某家族建的。 斯克罗维尼里拜堂的诗壁画大约完成于1305年, 那时候乔托也不过30多岁,乔托送给了世人一个天堂。 如果有一天,你去斯克罗维尼里拜堂,跟着那精美的壁画,可以从头到尾走一遍圣经故事, 还有圣经里没有的后世给宗教人物加上的传说。 即使你没见过乔托的画作,但你一定见过他的一件作品,就是朱利在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旁边的这座钟楼。 它就叫乔托钟楼,因为是乔托设计的。 说到圣母百花大教堂,那就引出了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。 大家知道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圆顶是谁设计的吗? 看过美帝奇家族这部剧的朋友可能有印象, 这个大教堂建了一百多年才完成,其中最难的就是圆顶。 虽然在最初的设计稿中就规划了这么一个大圆顶, 但是佛罗伦萨人并不知道该怎么建。 菲利波·布鲁内莱斯基亚本是佛罗伦萨的一名金将, 他自己觉得呢,我是佛罗伦萨最厉害的金将, 因此信心满满,参与了百花大教堂圣喜堂的同门设计竞赛, 没想到落败于吉尔贝蒂。 这场竞赛发生于1401年, 很多人将这个事件作为文艺复兴的歧视标志。 今天我们去圣喜堂看吉尔贝蒂的作品后, 不会意外他的胜利。 后来吉尔贝蒂又根据圣经旧约设计了另一组大门, 被米开朗奇罗赞誉为天堂之门。 而当初两人的参赛作品, 我们都可以在佛罗伦萨的巴结罗美术馆看到。 布鲁内莱斯基落败后, 负气出走罗马,在那里研究古代雕塑和建筑。 很可能就是在那段时间, 布鲁内莱斯基迷上了建筑并潜心研究, 最终成为一名建筑师。 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, 他一定是从古罗马先人那里得到了智慧, 帮助他设计出了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穷顶。 布鲁内莱斯基的雕像就在大教堂旁边, 他仰望着的就是那件令他无比自豪的作品, 大穷顶。 周围如果去百花大教堂, 一定要去地下室, 就在地下室旅游纪念品商店的旁边, 人来人往之处有一个小洞, 很多游客没有注意到那里面安息着的, 就是伟大的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, 下期我会给大家介绍最早研究透视法的几位先驱。 感谢您的时间, 如果喜欢呢, 请关注我的频道给我鼓励, 让我能继续做艺术和历史类分享。